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好 这一题呢 它是一种提醒 是于事定理的提醒 现在的国中学生 可能也不是学的很多 但是这种提醒会出现的 那么它会有一系列的公式出来 那么因为它的那种款式很多 所以大家要记起来不太容易 那么我基本上可以用 常处法的概念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 让大家学会运用 我最常用的是这个9除以2 9除以2 9除以2 这样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有点像是A 对不对 这个就有点像是X平方简 那么就会等于 等于什么 会等于4 4再加上1 2 于事定理 这个2呢 有没有看到这里也是A 这个地方是余数 5 这个地方是商 它是这样子的概念 当然你看成分数也可以 但是我们这用常处法 比较好解释 如果说同学这个地方也没有学过 那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 把这两边同乘以A 同乘以A 同乘以A 同乘以A之后呢 大家就会看到很明显的四值出来 你就会变得很好做 这个A跟A消掉之后呢 前面的这个四值会变成 X平方减掉4X加6 后面的部分呢 就会变成是 X-6 乘以A 再加上18 好这样子你有没有看到 会变成9 会等于2乘以4加1 看到没有 9会等于2乘以4加1 这里也是一个于事定理里面的一个性质 当然你看我们如果说把它放到 国小的长出法里面 其实就很容易懂了 但是放在于事定理 多项式的于事定理里面 大家看起来就很混乱了 好我们接下来是 X平方减掉4X加6 减掉18 会等于X-6 再乘以A 这里呢 当我们要求这个A会等于多少的时候 同学是不是有感觉我们要用长出法了 我们在做长出法的时候 同学要小心啊 按照它的次数写 并且遇到缺项的时候你要补0 因为我在做这个提醒的时候 我把最简单最基本的提醒都没有做 大部分是做比较难的题目 或者说中难 大部分是做有点深度的题目 基本提醒同学在家里面是要做的啊 好这里用A XX平方减掉6X -4 还有这个要注意的是 这个是-4减掉-6 这里也要注意 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缺项要记得补0 缺项要记得补0 好另外一个 你在里面是在做减法哦 减法 好比说我们说这个9 2 4 8 你这个9跟8是要做减法 9-8等于1 你这里在做减法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2X-12 所以这里要用正2 好 这里的3呢 会是 A呢 就会等于X加2 A会等于X加2 于是定理 于是定理